What's up guys 現在我們來到了2023年 新竹市的萬聖節遊行活動 Let's find out 這邊有什麼有趣的景象吧 前面呢 可以看到市政府周圍 都要進行了封街 而讓更多人可以在街道上 一同探索 或者是展現對於萬聖節 有趣的一些想像力 之前呢 新竹也有萬聖節相關的遊街活動 不過因為疫情的原因呢 已經停辦 這次呢 重新回到街上 更是有一種 劫後餘生的 開心的感覺呢 在以往車流行進的路上 輕鬆的步行著 而市桌呢 有各種孩子們 笑顏歡展的模樣 都是非常令人欣喜的呢 萬聖節Halloween 是一個源自 古代凱爾特人文化的節日 起源於現代愛爾蘭 英國和蘇格蘭的一個 古老節慶 叫做薩溫 薩溫是古代凱爾特人的新年 標誌著夏季結束 冬季開始的時刻 他們相信在這一天 亡靈和妖怪會回到人間 他們的儀式和祭祀 旨在慶祝和平死者的靈魂 同時也是對抗那些惡靈的辦法 在基督教傳入凱爾特地區之後 教會試圖整合當地的傳統節日和基督教的宗教節慶 於是 花溫逐漸變成為現代萬聖節的前身 在這一天 人們開始穿著各種裝 通常是幽靈 鬼怪 巫婆 等 妖怪形象 進行 不給糖 就搗蛋 的遊戲 也就是進行 Trick or treating 孩子們會戴著 面具 走遍淋漓 像林家 淘槌 糖果 而不給糖的人 可能會受到惡作劇 對於大人來說 萬聖節通常是一個慶祝派對的機會 他們可以參加化妝舞會 主辦恐怖派對 或參觀鬼屋等活動 這也是一個商業機會 因為人們會購買各種裝扮和裝飾品 對於小孩 萬聖節不僅是一個樂趣的時光 也是一個社交和想像力發展的機會 在這一天他們可以化身為自己喜歡的角色 進行角色扮演 這對於他們的自尊心和創造力 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此外 Trick or treating 是一個社區互動的機會 孩子們能夠與民營裡的其他孩子一起玩耍 並與民營區互動 然而也需要注意的是萬聖節 在一些地方可能存在安全問題 比如過度飲酒 裝扮過於恐怖 可能嚇到小孩等等 因此 保持節日活動的安全性和健康性 對於這個節日的慶祝非常重要 好 對 我們逛了一圈 我們的萬聖節 街頭Party See you next year stirrunde FM FM T FM FM FM